歡迎來到醫神獨教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奇策挑戰法陣的最高分陣容 隊伍祖傳照抄就好 你要注意的幾個重點是 對面只有馬雲路會回血 跟姜瑋第四次異膽雄心觸發的真實傷害會回血 所以你的主要輸出都要去盡量避開這兩隻 所以戰衛部分基本上不能動 神兵早上我幾乎把所有的神兵除了地劍之外 全部都測試過了 原則上就是這樣的配置能打出最高的傷害 所以不多做解釋 當然你想要嘗試其他的搭配 你們可以自己去做更動就好 靈寵只要有單核輸出要打易傷的像太史詞這一種 基本上都是綁定比翼 那會放伏牛跟豬雀主要是因為對方的馬雲路跟姜瑋 是踩多次攻擊 伏牛本身的被動會在你受到暴擊傷害的時候獲得護盾 而且每一回合可以觸發兩次 這會讓你隊伍的生存能力大幅提升 那再配一隻豬雀 豬雀部分原則上我覺得應該也不太能動 因為我換過白虎 然後龍象 熊貓 測試下來的結果還是豬雀最穩定 接下來的重點 戰魂 全部戰役勃發 除了大橋跟太史詞用弱點突襲之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戰役勃發 換舞部分 王毅、太史跟大橋三開 這陣容最重要的重點在於潛能 王毅、諸葛果、元少、包、寒、公孫戰 都是走防禦路線 只有太史詞跟大橋點攻擊的潛能 以上就是今天奇測挑戰法陣 輕鬆突破5億的陣容詳解 感謝各位的觀看 男人輯的回音 天爆發 好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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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超系我們 我們應該到百多次成功 劍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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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